绍兴的杨女士去年买了一套二手房 房产证也办好了 她反映现在家里想装空调 但自己做不了主 绍兴荆柯桥大道 有个科北贸易中心 去年上旬杨女士在这里买了一套二手房 是酒店式公寓 它这个的话都是物业控制的 我们这边就只有一个开关 然后那个一档二档三档那个出风 然后冷风热风我们也是不能调的 温度呢 温度也基本上没什么用 钱就是按照房产证面积一平多少钱 然后我们算下来的话 反正一个季度一千五百多 一年就三千多 就只有夏天一个季度冬天一个季度 对 它的呢 平时的话就是吹出来就自然风 杨女士介绍 房间里装了中央空调 由物业控制 冬天三个月吹热风 夏天三个月吹冷风 其他时间是自然风 每年三千块钱左右 家里上下两层分别有开关 但无法调节温度 只有开关和风量可以自己控制 她住了快一年 觉得很不方便 就是没有满足我们的需求 夏天的话还还很热 但我们没有冷气吹 就没法住 我们去年就是去外面开酒店 住了好几天 就是说没有办法根据 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调节 是的 如果多交钱呢 应该多开一会儿呢 我们有提过很多那个那个业主都跟他们提过 他们说不行 有不方便的 有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 他也没送 有的时候也不暖和 有的时候凉风 就感觉热度也没有那么热 对对对 冬天了啊 天气不是很冷 但也开了 或者很冷很热了 他也就要开了 就像现在的天气 其实也可以不用开关条 对对对对 但钱得交 杨律师待记者找到了物业 我们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产品不同 一个是40年 一个是70年 我们这个都是中央的空调供的 热水也是从中央空调供来的 但是我们的原料是因为要蒸汽 跟电发起才可以 蒸汽是要另外的厂加来的 就有专门的蒸汽公司在跟你们供 对对 就是这个蒸汽呢 它过年的时候 它整个一场运作 它都要检修 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气给我停了 周经理说 每年过年的时候 空调暖气会停7天左右 商户放假影响不大 但对住户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十几年了 中古南桥 你知道老百姓们 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 在6月10多号 你知道这个时间已经慢慢暖和 就热起来了 我们就开启了 基本上6月10号左右 在到9月10多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空就是关上了 就是开90天 然后冬天呢 在12月初就开了 真的过两天已经十多度了 那20度 我们不可能再浪费这个能源 我们会停下来 算一下 会把公式给他们了 那我们说的是90天 很可能我们开的时候 开了80天 把这个天数会放到夏天 再给它开足 多特扫鼓是这样的 也有一个放开 我们不可能再次 一切令人 一切让你 也有一个 来自轻转 在那边 看看 那边 再补编